万米高空监视对方对美国来说早就不是一件新鲜的事了 从早期的U2 SR7到现在的RC135全球鹰 从飞机到卫星从胶卷到数码 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想要窥探全球的做法 但野心也是需要建立在实力之上的 所以我们今天不谈野心 就谈谈这能够支撑起野心的背后的技术 基载相机 就是装在间谍飞机或者是间谍卫星上面的相机 相机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们都太熟悉相机了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相机了 才让我意识到这间谍卫星上面的相机 有些不太寻常的地方 比方说它的分辨率 尽管远离地面几十甚至上百公里 但依然能把这里拍的清清楚楚 你想这有多厉害啊 我举个例子啊 就好比你约人去爬南京的紫金山 然后你说 嘿我来给你们拍张合影哦 但是等等 我的相机是架在长洲的 所以你们的pose要摆久一点哦 从长洲拍出南京紫金山上面的人像照 这够不可思议吧 但也许你会说 且哈勃望远镜还能拍出 几十光年外的星系写真照呢 这才几十公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好吧 你的质疑是有理有据的 实际上啊 美国最新一代的索眼间谍卫星 从外观上看起来呢 就像是另外一台的哈勃 我们当然也有理由相信啊 它往另一个方向看 也能发挥出同样的水平了 但我还是有个疑问啊 不管是YouTube还是索眼 他们不都是在高速运动吗 为什么拍出来的照片 就是没有运动模糊呢 因为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经验里面呢 想要拍出清晰不模糊的照片 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的 比如手要够纹 你最好是别动 当然模特不动也是最好的 实在要动啊 那就只好用高速快门 速度快到能把模特的运动给凝固住 那光圈就要够大 感光度就要够高 才会不至于曝光不足 那想要把一个速度是每秒几公里的模特给凝固住 需要怎样的快门 怎样的光圈 怎样的感光度啊 怎么想也不现实啊 诶 之所以觉得不现实呢 是因为在现实当中 我们谁也不会这样去拍照的 不会从长洲拍到南京 其实随着距离的增加 想要把运动凝固在快门里面 是越来越容易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就明白了啊 假设一个视角为N度的镜头拍摄 两个在以同样的速度移动的物体A和B A离镜头近 而B离镜头远 在同样的快门时间T里面呢 从镜头看出去 诶这个很重要啊 A移动的相对距离是大于B的 而且我们显然能够看得出来啊 随着距离被越拉越大呢 这种相对运动的速度也在越压越小 同时你还能注意到 如果镜头的视野越大 相对运动的速度也是越小的 它们之间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函数关系的 要是你已经知道或者感兴趣 想要算一算的话 别忘了留言分享出来哦 当然我也做了一下简单的计算啊 拿世界上第一个间谍卫星系统 美国的光运计划卫星来举例啊 它的平均飞行高度在240公里左右 上面装着三台相机 其中一台是专门拍摄索影照片的 其视角是74度 飞行速度我实在是没有查到啊 就算它是以低宇宙速度在飞吧 也就是每秒7.9公里 那么来看看镜头中的相对速度 应该是多少呢 差不多就是22米每秒 一辆在街道上开的稍微快一点的 汽车的速度 五百分之一秒的快闷就足够凝固住它了 根本没有那么夸张对不对 好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在上个世纪 60年代就被装到了卫星上面的一个原因了 那个时候的相机技术 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了 只需要换上更加优秀的镜头 增加它的焦距 就能够满足空对地的偷拍需求了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光运间谍卫星吧 它上面不是装着三台相机吗 其中一台是我们刚刚拿出来做计算的索引相机 而另外两台则是背靠背的 呈15度倾斜的全景相机了 之所以用全景相机 当然是为了获得更大范围的拍摄面积 而之所以用两台 你猜猜有何用意 是为了获得立体的画面 这样的话图像分析员甚至连画面中物体的高度 也能够知道了 这些都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技术好讲的 我唯一想讲的是 你也许已经意识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 相机技术是很成熟啊 柯达公司也正在如日中天 柯达生产胶卷的柯达 对啊 那个时候的照片不都是用胶卷拍出来的吗 那他们怎么能从卫星上用无线电传回地面呢 好玩的就在这了 他们压根就不是被传回来的 而是被扔回来的 每每光运卫星上都会携带4900米长的70毫米特殊胶片 没错啊 他们就是柯达生产的 他们一边拍呢 一边就被卷回到卫星头部的储存仓里面 等拍完之后 这个带有格热灶的胶卷储存仓 就会从卫星上面弹出 重新返回大气层 接着在距离地面18公里处呢 抛掉格热灶打开降落山 你以为美国人会等着它落到海面上 再开窗过来回收吗 干见不得人的勾当 当然只能选在一个人见不到的地方啦 那就是在空中 不等胶卷落地呢 一架等在附近的空军飞机就会飞过来 张开专门的爪子 把它给抓住 然后带回基地 这个操作是不是有点神啊 难度那是相当的高啊 可见冷战中 美国为了获取苏联的情报也是满拼的 诶 对了 那枚已经把胶卷拍完了的卫星该怎么办呢 请问一次性相机用完了 你会怎么办 扔了呗 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最贵的一台一次性相机了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 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明镜与点点栏目